咕咕!皮静手作包來啦! 之前我們製作過這個三角形的皮帶之後呢 這一回我們要製作的是復古鞋杯馬鞍包 這是我們目前製作過最大size的皮革產品吧 沒有錯 而且呢其實這兩個材料包是同時間寄過來的 但我們是想說在更熟悉一些縫製過程之後呢 再來挑戰它 馬上一起縫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材料包裡面包含了什麼 有說明書、皮革部件、大線還有針 床面處理劑、白膠漿還有金屬環扣 遇到一個土地化的畫 先前呢都是針斷了 這一次是寫 變成這條 我們看一下 進入到最後階段了 但是這個時候我想做一個有一點點冒險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側邊 我本來是把這個小細條用正面朝上的方式來縫製的對吧 可是呢這樣的方式喔 如果真的縫到包包上面的話 它最終呈現結果會變成是內裏在外面 我覺得這可能有點不太好看 也有可能是我做錯了 所以我決定 就把它拆掉 重新在樓邊 又是一趟艱辛的旅程 我把原本這側邊是正面朝上的這種小皮邊 反過來縫了之後呢 縫到包包上面去 變得很漂亮 完成啦 那整體來說呢 我們其實已經算是第三次做這一種皮件製作的影片了 所以這一回呢 我們就分別按照它的不同的部位 來做一些心得分享 首先來看到的是背帶的部分 對 我其實記得第一次縫那個劍橋包的時候啊 背帶穩轉了七七四十九圈 終於找到它的位置了 沒有錯 因為說明說其實沒有非常的詳細說 你哪邊要正面往上哪邊是反面往上的啊 所以有摸索了一段時間 不過這次其實就很順啦 沒錯 一次就穿過去就縫起來 全部縫得差到好處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它整個包包的部分 那你這一次包包的本體縫得還順利嗎 其實一開始起步的時候很順呢 不管是它正面這一塊啊 還是說反面這樣的小口袋 我覺得都非常簡單 但是 還有一個問題是我 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把這側面這一塊皮 和它旁邊小皮邊的兩邊 都縫好了之後 我突然驚覺 我把這個細長型的小皮件 都擺了 對 我想你應該是把那個裡面淺色那一面 縫到外面來了 沒有錯 所以我就把這兩片啊 重新再拆開 再縫一遍 最後再組裝到它的主體上面 對 所以中間歷經了重新縫製的艱困之旅 才終於完成這個body 那第三個呢 我們要來講的是 針和線的部分 因為其實前兩次的針都有斷掉 我跟你說喔 所以就是針的表現還不錯嗎 這一次啊 在縫製這一種曲線很難縫很硬的皮件上面呢 它表現力非常的好 完全沒有斷掉 非常非常意外的 但至於線的部分啊 雖然說它是有斷掉幾次 可是因為我還有一個習慣就是 它如果呈現的這個線的走向啊 是不平均或是不好看的 我會全部拆掉 口心縫 你的人身非常詮密 沒有錯 那加上呢 我還有這個側邊縫錯的地方嘛 我又這樣子拆拆縫縫 拆拆縫縫的 我很擔心說 線會不夠用 結果 完全還有剩啊 對還有剩欸 所以它代表它線給挺大方的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一款馬鞍包 它可以裝多少東西 首先 某小姐的錢包 很大 很大 再來呢 是文具控必備的鉛筆盒 雖然我個人是不會帶用的 也是我們上一次做的 同系列 對 同款 再放紙巾 對我們近期大家都要擦乾淨一點 接下來 手機 最後是一些我們女生常會用到的 小雜貨 放放放 好囉 蓋起來 這時候為什麼要小雜貨 但是開起來才是小雜貨 對 是可以的喔 日常出門 絕對獨有的皮 只要你不是那一種 要把所有家當都帶出門的人啊 這一款還蠻適用的 這一款還蠻適用的 和正面這塊連結中間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的皮 不是皮 就是有一個不經一般寒色骨 菸得梅花撲鼻章的一種概念 這一段太古了 我要剪掉 第三個皮件成品出爐啦 做完真的依舊非常有成就感啊 喜歡一些手作質感的朋友們 一起來嘗試 不管是自用還是送禮 都可以感受到成品滿滿的誠意喔 如果您對於這些皮件作品 也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分享的心情的話 也歡迎告訴我們 更多的歪手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bye